台队一早就催我出门 我说早呢中午再出发 于是他们就在打闹中消遣 小美的战略就是习惯性进沙发底下 不玩了我要去吃小笼包 早呢中午再走我们玩坏 哎呀你烦死了 等下到无息我就玩不动了 开放的小美就是很奔放的 饭完入住 一楼的温泉房室内室外两个池子 特地预定的不是富士 因为楼梯上下太麻烦了 入住赠送的宠物礼包 小美喜欢吗 小美喜欢吗 你就小美喜欢 发财应该是不喜欢的 今天我们吃鲜屎 明天我们吃狗粮 老头去餐厅点菜了 因为今天录注率挺高的 小笼包啥时候吃 我可是坐了一个半小时车来的 连着两天给财哥洗脑 今天效果显著 刚看见一只客机 小美上去主动撩别人 发财默默看着 没有任何的冲动 我是不是又交了个男朋友 小小的妈妈带你看看是什么 来 这里 宝宝们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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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一下盐呢 背水 妈妈泡温泉咯前小美好吗 啊什么我说我泡温泉 我跟小美在说 妈妈泡温泉去咯 你也来了 妈妈泡温泉了哈 好舒服的我 我要保护你太可怕 妈妈泡温泉了 里面会有怪物吗 太冒险了 你胆子真大 泡完温泉吃碗份 餐厅换厨师了 港式的味道 口味呢不算太差 也没怎么出彩 带几个鲍鱼回房间给狗吃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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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